泰国如果电子烟进口箱是严禁进口和贩卖 应该是碎项还是什么 我根本没有让你在这个国家去买这些产品 完全是不让它买电子烟 如果是那个进口箱是犯法可以监禁5至10年 它的理由就是根据世卫的方针 即是保护儿童、青少年、同成人等等 之后就是要禁止了 但是看回那个大麻是下法的 泰国是下法化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双重标准 为什么要保护健康 那么你电子烟就不能吃 带来你就合法化了 但是我想这些都是说那个税 因为你拿不到那个牌 我抽不到你的税 那就不让你买 带来那边我规管 我有钱赚的 我就让你去买 我都是说钱字 最后这些 那也猜不到 我觉得是税贺问题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一个钱的挂税 泰国又不算是一个 防御日是最松的 因为我们就算去年去泰国旅行来说 都不用检疫不用隔离 都不用隔离那边来说 但是你看看香港其实都是 你香港一直以来都想加烟草税 其实之前 较早之前 当叶柳说出来要劏马会80%的时候 其实那些人都出来说 加上烟草税 因为政府要钱 那顺便就借刀杀人的感觉 我们一向都想加烟价 不如趁现在顺便 反正政府没钱 那我当现在60元一包 加到他120元 加他一倍 还有你知道电子烟 其实香港都想禁 他也是想搞这个 其实就是仿效你泰国 也是想禁了他很久 因为电子烟香港也是没钱收的 所以他收不到钱的时候 他便禁了你 在烟草那边又加你一倍 在那边又再收你多些税 那你说健不健康 我自己觉得也是 看看有没有钱赚 去到最后 其实我想问一个疑问 譬如你们在外公司 你们也有人吃烟 由二十多年前开始 禁烟草广告开始 到现在 其实真的吸烟的人 有没有减少到 这个 当然 几十年前我没出生 但是我和一些 比较年长的师兄聊天 以前吃烟 在说是二十元一包 最早期 最早期的时候 应该是二十元一包 然后他后来又加 我听回来 当他加到六十 即现在是六十元一包 左右 其实那时候 开始有几多人却步 开始 例如我当你一天吃一包 那你一天我当你六十元 那你一个月说 都已经是两千元了 是不是 那些人一天不是吃一包 那些人说我吃两包 那些人说我吃两包 那些人说不要四千元 就算不两包都包多 基本素 所以其实那时候 真的挺多人却步 当然了 你现在说再加烟税 升它一倍价钱 八二元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那你变相 鼓吹有钱人才能吃 没钱就不能吃 有钱的八二元都是钱 他都会照买 那你说是否真的有效 可以帮人去戒烟 我只觉得如果你提升价格 如果你去到八二元 我相信很多人都真的未必吃 因为八二元一包 你说得对 因为以前上学的年代 我没有 但我一班同学都是有吃烟 他们觉得一件事 就觉得付出得到 通哥科德 我们不如够钱 买了一包 不是很难 为什么年轻可以吃烟 因为你容易 当然买的不给 有些时光都很困难 那时候便利店不是很困难 那时候便利店不是很困难 那些年轻人多少岁 买烟走过来 但其实钱一定是买得起的 几个人夹烟都买得起 到现在如果包烟 去到某个数据 你比饭贵贵贵 那些人真的要想过 现在妙街近公历 有个妻子是卖散装烟的 是吗? 我不知道她多少钱都知道 她经常给你 她不是毒品 其实这样卖 是违法的 我相信是违法的 应该是不行的 是偷鸡的 譬如你吃什么红麦 可以 她也送给你 我看到有些人帮她买的 不过其实我之前也分享过 我之前看过一个 你当是一个纪录片的东西 就是说吃烟的由来 其实我之前也想过说 但未有机会 但她是追索了 其实烟的起源在哪里 其实原来 看回那个纪录片 历史以来 其实在最初 医学没那么昌明的时候 那些人觉得烟是一件好东西 那时候那些烟叶是可以这样咬 然后有些可能是可以查 有些就是索 当时那些人觉得吃烟是可以健康的 尤其是有些打仗的人士 你知道那些年代经常打仗 打仗很多军人都一定会吃烟 就是她觉得吃完之后 个人会没那么紧张 个人会定点 甚至乎以前那些烟是一种高级品 是要奉献给那些国王 给那些皇帝去吃烟 到较后期的时候 开始医学进步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烟是有害的 但其实过了一大堆很长很长的时间 都是被人视为一样好东西 一种是有钱的东西 有品味健康的东西 所以都是挺有趣的一样东西 我又不讨厌人士烟 说真的 刚才所说 年轻的时候读书 同学真的十个有八个都吃 我又不吃 他喝东西的时候 一瓶半瓶都会有人递过来 吃了没有上瓶没有买 我又不讨厌人士烟 说当然了 你说健康就更重 现在政府有些新的戒烟广告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癌症等 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挂勾了 一说吸烟就肺癌了 他现在用中风 他有一家 譬如说两夫妻 另外有个A先生 A先生当然是扮演的 扮演一个中风的人士 幸好我当时戒烟了 否则就像小明那样 小明那样 下中风 将来日子都不知怎样 奇下奇下 他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心思 症费有心思 以前都说过 生癌症 你们个人都不怕 中风你们怕 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永远没有一个 绝对的标准答案 譬如像我爸爸 去1993或1994年退休 退休那一刻 他真的是一届戒烟 很厉害 他是19年才走 其实二十多三十年 但是我跟他去医院 尽出现医院 医生也是一个答案 叫你老爸戒烟 肥花了 我老爸戒烟十多二十年 哪有什么 有些人吃烟吃到很老 又是没事 有些人说 不要让他戒 吃到死为止 就是这样说 你去到七十多 八十多 八十都已经尽了 你都不戒 其实你不要戒 真的不要戒 那时候我对着老爸 都说有得他 他喜欢怎样 不过他自己都觉得 不吃了 免得花钱买 你不要说好像师傅 他每一天 因为他住村屋 他连天台 他每一天走上天台 他一天一枝雪茄 好帅 他只吃雪茄 一天一枝雪茄 吃到现在86岁 雪茄是否那个 尼古丁的霧烟 就是这么厉害? 雪茄其实就是 它是用一些漂亮的烟叶 通常没有那么漂亮的烟叶 就用来做烟 漂亮的那些 就会做雪茄 而且它做之前 它有一个发酵的一个步骤 在发酵的过程 其实它会令到烟里面 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会减到很低 当然不是说 吃是健康 没错 但是相比于烟 雪茄 可以说你是健康很多 你可以这么说 而且它始终不吸入肺 因为雪茄是口袋 然后套出来 而且雪茄有一样东西 你不会随街去餐厅 没错 就在那里做 你不会吃得多 你不吃得多 你一吃多少枝 你吃一吃就没了整个小时 你烟不同 你只会随手两元一枝 两分钟就搞定 又打骂吃 但当然它又贵很多 吃雪茄那些 就是无一无虑 那晚就放松一下 喝杯酒 坐在那里冥想一下 那些 你说烟60元一包 我当你一天吃一枝雪茄 不要说贵 我当是几百元 即是普通货 几百元 我当是五百元 五百元一个月 多少钱 15000元 所以都是这样 享受而已 是的 其实我看回自古以来 其实很多地方 你说要全面禁烟 是很难做到 你只可以控制它 因为一旦你 假设你去到八二元 那些人就会很醒目 他可能会买一些私烟 对 到时有低调渠度 或者通哥 或者去那些妙街 买其他非法的烟 跟我们之前说 赌博的问题一样 如果你抽到卖会80% 然后它开盘越来越紧 你这个角球只有1.1倍 那我买来干什么 于是有很多外围 他们在那里就可以找到 所以游施之中 很难全面禁止一样东西 刚才我为何这样问 斗爺 我不觉得这几十年来 我身边的人 有人因为这样介烟 吃烟少了 我反而觉得多了 不是说话 尤其是女生 我正想说 年轻的女生 吃烟多了 在街上看到 他们找个发夹 有些人怕烟 手指黄和有味 不知男朋友 或者老公发现 又不太好 或者售仇事见客 不好看 找个发夹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法例 假设有个地方不捨得烟 其实这个大家都会知道 或者很简单 巴士站不捨得烟 大家都知道 商场内不捨得烟 大家都知道 港铁里面 你也没理由拿烟出来吃 但是唯独是吃烟 这种东西 周街都会有个标志 这个你讲开一个行常话 拿出来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 你又不会看到人家 街上写着 请勿强奸 请勿不要跟未成年的少女做爱 请勿打劫 请勿偷东西 不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些法例 大家都知道 你当然不可以打劫 但问题是 吃烟 大家都知道 你没理由在港铁里面 搭车 突然吃烟 但他又会零食跟你说 请勿在车厂内吃烟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 你想想 这么多不同的罪行 零食是吃烟标榜出来的 真的只有吃烟 如果有人吃烟后会乱性 但他不会在港铁里面 说请勿走后乱性 你说吃东西都正好 你可能留在外国 留在英国乘车 是可以吃东西的 我当这个是文化差异 可能有些地方 可以乘火车吃烟都会有 但在商场 你没理由拿烟出来吃 而且在巴士站 所有人都知道 众所周知 法例不可以让有客人吃烟 这个也挺有趣的 包括转车站 只有这个 大家想想 他不会在街上写着 不要杀人 拿把刀出来 不准杀人 大家知道 不准杀人 不准强奸 不准弱瘦 不准弱瘦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订购支持